撒加利亚书第六章 我又举目观看 看见有四辆战车从两座山中间出来 那两座山是同山 第一辆战车套着红马 第二辆套着黑马 第三辆套着白马 第四辆套着有斑点的马 这些马都很雄壮 于是我问那与我说话的天使 我主啊,这些是什么意思? 天使回答我 这些是天的四风 是从势力在全地之主面前出来的 套着黑马的车出来 往北方之地去 套着白马的车出来 跟在他们后面 套着有斑点的马的车出来 往南方之地去 这些雄壮的马出来 切望在全地走遍各处 天使说 你们去吧 只管在全地走遍各处 他们就在全地走遍各处 他又呼唤我 对我说 你看 那些出来往北方之地去的 已经在北方之地 使我心灵的愤怒平息下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你要从黑代 多比亚和耶大亚手中 收取被掳的人奉献的金银 他们已经从巴比伦回来了 你要即日去 进入西方亚的儿子 约西亚的家里 你要拿这金银来做冠冕 带在约撒达的儿子 大祭司 约书亚的头上 告诉他说 万君之耶和华这样说 看哪 有一个人名叫大卫的苗义 他必从自己的地方生长起来 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 他必建造耶和华的殿 必得尊荣 他必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 又必在他的宝座上做祭司 使两者之间和谐共济 这冠冕要在耶和华的殿中给西连 多比亚 耶大亚和西方亚的儿子贤做纪念 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 你们就知道 万君之耶和华拆遣了我到你们这里来 你们若留心听从耶和华 你们神的话 这是必定成就